诗云未成朝雨一清晨 客舍清清柳色心 劝君更尽一杯酒 这西出阳关啊 无故人 这首诗啊 是唐代大诗人王维写给袁二的一首诗 各位观众 欢迎大家来到文化大讲堂 我们今天这一讲啊 就从这首诗元二使安息开始说起 那位问了安息在什么地啊 安息都护府 在咱们今天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您想想那时候没高速没高铁 这要从西安咱绷远了 到乌鲁木齐这地儿 那都可得是走上各半月 所以可以说是背井离乡 咱先把这个元二放在一边布表 他这其实走的这路不算多远 今儿啊给您说一个走得更远的 哪位啊 也是唐朝人 唐朝的一位高僧 我这么一说呀 您就能立刻联想到了 为什么呀 这句话掐头去尾 他就是唐僧啊 所以唐僧 这可是西游记当中的重要人物 我们在西游记 尤其是八六版西游记 当然现在也有另外一个说法 也有说叫八二版西游记的 为什么呢 八二年开始拍 所以您叫八二版八六版都可以 西游记当中 或者说小说 电视剧当中 这唐僧啊 跟历史上的唐僧不太一样 历史上这位玄奘 俗名叫陈一 是一个佛学的集大成者 而且我们要再去细究 只说他是个佛学家 那您就把他看得太骗了 这位唐僧 说他是旅行家 冒险家 语言学家 外交家 都不为过 是一个非常有名的 全方面发展的高僧 只身前往印度 您看西游记里可不是 我们待会把这镜头给您切出来 我带您一块回顾回顾 八六版西游记 那个唐王李世民是怎么送的 他可隆重了 可含情默默了 真正历史上唐僧呢 偷渡的 自个儿敲声的 就奔印度去了 那偷渡 您想想 这要被逮着 押回来 是要坐牢的 所以他是冒着风险 前往印度 求取真经 而且在印度 待了十九年 讲两件事 您就觉得这唐僧多牛了 第一件事 是西行路上 要穿过一片 特别大的沙漠 这个沙漠 真的可以说是 方圆几百里的无人区 想变明白东南西北都困难 我们这位唐僧呢 从他出发地 背好了这个水 然后骑着马就走 走到一半 发现有点问题 这问题还挺严重 什么问题 水带漏了 唐僧还琢磨呢 怎么越走越轻盛呢 水带漏了 这水是一滴都没剩 这时候摆在唐僧面前 俩选择 第一 要么您回身 走原路返回 回到刚才那补给站 您把那水啊 从头到尾再灌满楼 重新出发 没问题 第二个 接着往前走 找到水源为止 我把水源补充了 我们唐僧同志选的哪个 他选的第一个 他选的第二个 说错了 他根本就不走回头路 人说了 我一心西行 绝不走回头路 所以还是接着往前走 结果越走越迷路 这事儿就闹得怎么样 最后晕过去了 可能也是天意 他带着这匹马呀 是匹有经验的马 给唐僧就拖到了一个水池边 就这么碰巧 侥幸捡回一条命 所以可以说是历尽了千辛万难 到达了印度 据说呀 到印度的路上还遇上一伙劫匪 想要劫这唐僧 结果在唐僧的劝说下 可能这里边 您就有点大话西游里边 唐僧那感觉了 一劝完了 这帮盗贼全都跪地上 我们皈依佛门 您别聊了 您可能太能说了 当然唐僧用他的这种真诚 打动了这些盗贼 他们就全都皈依佛门 而且在印度学习19年 这之后 在印度就举行了佛法的辩论会 印度的辩论会有意思 唐僧抛出一个课题 或者抛出一个话题 大家来反驳 但凡您能反驳倒了唐僧 那唐僧就要伏地 承认我自己失败 而且要付出相关的代价 怎么付出代价 要么结束自己生命 要么您卸条胳膊卸条腿 可都不是简简单单就能付出代价 所以这种辩论会 还是谨慎参加为妙 好多人都不敢参加 或者说不敢轻易提出反对的话题 当然我如果能揪住了 你说的这就不对 咱们俩变一变 我把你变倒了 没问题 结果唐僧抛出这个话题以后 底下在座印度各地的高僧 没一个人能找出破绽 没一个人敢反驳 所以唐僧就轻而易举的 取得了这次辩论会的胜利 当然您得话说回来 唐僧坐在那法坛上 他不能用汉语说吧 他用的是梵语 所以您说 他是不是一个伟大的语言学家 直接用梵语和当地僧人辩论 最后取得胜利 所以他在印度当地 赢得了非常高的这种赞誉和拥护 那当然回到东土大唐以后 唐僧做了两件大事 第一是把他取回来的真经 全都翻译成了汉文 他翻译的这部经文 我们得简单说一句 因为逻辑程度 包括他的语言的这种逻辑性非常强 当时在我们国家这种逻辑的概念 可能还不够普及 所以他的这些经文 就等他去世以后 很少有人能解读 尤其后来禅宗兴起之后 您看那禅宗开悟都开悟的非常快 六祖慧能您说怎么开悟的 本来是放羊的 一个字不识 放着放着羊 听到有人在讲这个金刚经 他就在边上听了几耳楼 他就开悟了 所以禅宗讲的是立地成所 但是唐僧的这个就不太一样 理论性非常强 所以他翻译的这好多经文 并没有在大众间广泛传播 但是另外一个 我们说他所做的功德是什么呢 他写了一本大唐西域记 这书有什么好处 古印度人不擅长用文字做记录 所以到近现代 我们如果想对印度的一些古记 以及他一些民俗进行考察的话 印度当地没有任何文字参考资料 怎么办 您得上唐僧的大唐西域记当中去找 所以印度人民非常感谢唐玄奘 为什么 他把印度的风土人情 还有一些历史重大事件 全都收录在了大唐西域记当中 所以您说这位唐僧伟大不伟大 非常伟大 但是我们说西游记原著小说当中的唐僧 和这位唐僧差距有点远 所以实际上在西游记开拍之前 唐僧在佛教界的地位 就是西游记在佛教界当中的地位不是特高 唐僧地位高 但是西游记地位不高 所以拍这戏之前 佛教界就提出来 能不能把唐玄奘这个位置 地位我们提高一点 当然杨洁导演非常欣然的答应 所以我们在西游记当中见到唐僧 不太一样 他有他非常近人情的那一面 咱们就从这个李世民宋唐僧开始说起 所以第一个取景地 大家可以看我这张幻灯片 哪集开始的 前边的第四集叫困求五行山 孙悟空被压在五行山下之后 这观音菩萨就到东土大唐去寻找这位取经人 最后就看中了唐太宗手下的这位玄奘法师 所以唐太宗一看 观音菩萨亲自请 而且这袈裟和这西藏都拿到手了 那就一定要派这位玄奘法师到西天求取真经了 所以他就在长安举行了一次非常隆重的欢送仪式 当然我们说历史上不可能发生 为什么 因为唐玄奘真正历史上他是偷渡出去的 根本没跟朝廷打招呼 所以这实际上是虚构的 但是我们说这一段其实营造的这个氛围特别好 当然我们小时候看西游记可能觉得 确实是你看这个唐太宗李世民后边红枪黄瓦的 这一看就是皇家气派 皇上还穿着一身黄袍 这绝对是特别特别好的一个地儿 我梦里见到了长安一个样 但实际上我们说唐朝的长安绝不是这样 将近一百年前有一位学者 他也想到西安去搜寻一下唐朝的影子 这位学者大家非常熟悉 鲁迅 他到长安去说我要找一找唐代长安的一丝丝踪迹 结果转了一圈回来 跟大家说什么 哎呀 我感觉现在这个西安呀 它的空气都不是唐朝的 就是一丁点西安唐朝的这个踪迹都很难寻觅了 除了一个大雁塔一个小雁塔 所以实际上唐代的长安城 遗留到今天的东西不很多了 而且红墙黄瓦并不是唐朝长安城的标配 所以这一看是明清的皇家建筑 什么地儿呢 您看左边这张图特别明显 一个大石牌楼 什么地儿 清西陵 虽然不在北京市啊 但实际上跟北京市擦边 就在房山区稍微往南一点 河北省的义县跟清朝的皇室是有关系的 河北义县清西陵 雍正皇帝太陵的大红门前 这李世民给唐僧送的行 所以这时间让人穿越啊 感觉真的是那种穿越感 当然我们杨洁导演在这里边加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场景 就是唐僧投走之前 李世民说了一句 玉帝啊 这送行嘛 我们就饮一杯 唐僧说 哎呀 这贫僧出嫁之人 不能饮酒啊 李世民就说了 这是素酒 玉帝 但饮无妨 唐僧说 那我就勉强喝一杯吧 别待会儿 我起码算我酒驾啊 应该不算 那时候还没这事儿 所以把酒接过来 刚要喝 唐王突然一弯身 哎 碾上点土 搁到酒里了 唐僧说 这什么意思 让我喝着 吼下嗓子吗 唐王说 不是这样啊 唐王就送给他这么一句话 玉帝啊 宁爱本乡 一年土 默念他国万两斤啊 所以说白了 就是你此次出国啊 学习求学 国外再好 你不能忘了自己的本 忘了自己的根 你该回来为我大唐服务 你还是得回来的 所以实际上讲的 就是让唐僧 即使出国 学到了真东西 你得拿回来 为我大唐效力 所以这句话 其实我觉得加的特别有意思 那当然这话说完之后 唐僧那个表情 就更加的坚定了 跨上白马 就沿着这个太陵前面大石桥 就一路 其实他是往东走的 真正历史 就是真正场景上 他应该是往南 然后往东这么走 但是实际上 我们模拟的是奔西去 所以在下一张图上 您就能看到了 这个其实就是清西陵 太陵的一个前端的平面布局 所以我们刚才看到的三座石牌楼 大概是在这个位置 旁边是这个大鸿门 大鸿门门口还蹲着两个麒麟 这个其实在圆明园大鸿门前边 也曾经有过麒麟的 这样一个造型 当然有的地方 你比如说在故宫里有的地儿 我门口蹲着的也是谢志 所以有朋友就问了 这麒麟跟谢志 我怎么调全一模样 怎么区分呢 两点您能区分 第一 那麒麟 它那蹄子 是那个类似于马蹄子的造型 第二 麒麟长俩鸡脚 这是麒麟最大特色 您再看那谢志不一样 谢志是爪子 它不是蹄子 第二 谢志那脑门上只有一根脚 他那根脚干嘛是 专门瞧谁 是邪恶的代表 他就用那根脚去顶着 所以这是麒麟跟谢志的一个区别 将来我们到故宫或者到其他一些地方参观 您可以利用这个来判断一下您看到的究竟是什么 那么进入到这大鸿门以后 我们在这个位置还能看到一个小院落叫巨福殿 什么意思 这皇上从北京 哎 百里迢迢的来了 来到清西陵了 走了一路了 又累又渴 您不能以这么一种疲惫的状态去见祖先吧 不能 所以在巨福殿稍作调整 更个衣啊 洗个脸啊 上个卫生间啊 都是可以的 所以就上卫生间这事 我还特意去看了 这巨福殿啊 在他后院真有这么一个小铃琅 就借着卫生间 清朝皇帝专用的卫生间啊 然后我们再往前就是太陵的圣德神宫碑碑楼 然后再往里是太陵的灵宫建筑 所以唐太宗李世民宋唐僧的场景是在清西陵的太陵拍的 我们再往下看 您看这个 这就从第四集 一下子蹦到了最后一集 这最后一集叫波声极乐天 讲的是这唐僧师徒四人 从这通天河过来以后 那经文不被打失了吗 把经文晾干以后 重新架起祥云 回到了长安 李世民一听 玉帝回来了 非常高兴 所以就在皇宫外摆驾迎接玉帝 所以摆驾的位置什么地儿 您看我这几张照片 就是从西游记当中做的一个截图 除了右下角这一张 右下角这一张是最近几年拍的 您看跟那右上角的一张完全一个角度 这什么地儿 光绪皇帝的崇陵 也在清西陵 所以我们说实际上 西游记宋唐僧接唐僧 这么一说好像显着有点重口味 都是在皇陵接的 所以您这么一琢磨 这皇上从皇陵走出来 那感觉也是蛮酸爽的 所以当然其实说白了 那个时候我们没有太多的这种地方可选 我们如果选在故宫 观众一看就看出了 你这是在故宫拍的 这是明清的故宫 你怎么能说这唐朝的 没法弄 包括最后最开始唐王建里市民那段 走的那个高台阶 那个虽然不在北京 但是您猛一看 哎那种翘脚的乌烟啊 那种不瓦啊 那种格局啊 那种气势啊 都给我们好像给蒙蔽了 都感觉跟长安似的 但是实际上它是浙江绍兴的大雨林 哎所以杨洁导演当年他想的是什么 就是我这部西游记 我尽量要把祖国的锦绣和山 通过这一部电视剧 我要展现给全国的观众们 所以您要仔细去看 现在我们很多热门的旅游区 都不是最近几年的了 都可以说是近二十年 那种热门旅游区 您其实看西游记 都能看到它最原始的呀 举一个最最大家熟悉的地方 第十集好多这个 我们现在人的童年阴影 都发生在第十集 为什么 孙悟空三大白骨精 第一个看那白骨洞 哎呦怎么这么渗得慌 第二个唐僧 最后把悟空轰走的时候 哎呦呢 我都快掉眼泪了 在家玉金剑老师唱那首 特别煽情的歌 我真觉得那集 好多也算是童年阴影 也算是触动了我们幼小的童年的 那颗心的这么一期电视剧 所以拍的是相当不错 汪月老师在这一集里发挥的也是相当好 就是我们的敌人唐僧 拍的最后一集 所以那个地方在哪拍的 湖南张家界 所以现在一提起张家界 那是赫赫有名 中外皆知的一个地方 但是在当时 刚刚开发的景区 还没对外开放呢 杨洁导演就带着这个设置组的成员 到当地 听说什么 你们这儿有一个特别好的地方 我一定要去看 所以自己先去看 满意我作为我电视剧的取经典 所以所有的这些 其实都是杨洁导演 以及他的先生王重秋先生 这也是我们西游记的摄像师 所有他们都是他们这些剧组人员 通过自己的辛勤努力 他们先走了十万八千里 才有了这部最经典的电视剧 当然有一些您可能想象不到 限于当时的条件 白骨洞 这个洞还做过别的功能 您说跟哪个一个地儿花果山水帘洞 所以原来猴子那窝跟白骨精俩住邻居 都是在一个山洞里 你们家住左边 我们家住右边 全是一个山洞布的井 所以您看当时的美工老师也是相当的厉害 布完井之后 硬生生能把一白骨洞变成花果山水帘洞 真是不简单 所以这是一个您再比如说盘斯洞那一集 几个蜘蛛精 他们走那小瀑布 唐僧师徒 那在哪拍的 四川九寨沟 再比如说偷吃人生果 这是四川青城山 现在都是网红打卡地 所以应该说西游记给我们保留了这些景区 当年最原始最纯真的那个样貌 所以这个还真的是特别特别感谢杨洁导演 那当然我们接着往下说 这是第25集波声极乐天 在光绪皇帝的崇陵 您看这个就是崇陵的一张卫星图 别着急 卫星图看着不解气 待会给各位拿点航拍图上来 这个我们能有一个盖帽 您看在左下角的这个 这是光绪皇帝的崇陵 而在上边的这个 哎 您看前边方 后边园 有点象征天园地方的这感觉 这是光绪皇帝的崇陵 非元寝 这里埋葬的是光绪的真妃和锦妃 然后下边这里边埋葬的是光绪皇帝和他的龙玉皇后 那您到西陵啊 这座皇陵的地宫是开放的 您可以到里边去看一看 当然我们说到了晚清 实际上他的地宫的营造 已经和乾隆时期的地宫没法比了 乾隆皇帝御灵的地宫 那里边简直就是一个佛教雕刻的宝库 那崇陵相比就稍微逊色一些了 当然这两座您可以做一个比对 其实离我们北京都很近 利用一个周末 哎 我们就可以打卡 一个在青东陵 河北唐山 尊化式的青东陵 就在天津济县往东一点点 非常近 现在都直通高速公路了 一个是在北京西南 防山往南一点点就到了 河北 一线宝定市一线的清晰岭 所以两个地方利用一个周末 我觉得您不妨打个卡 虽然是灵寝 但是其实说古代的这些皇陵 都是上风上水的最棒的一个 应该说山水环境最棒的这么一个地方 我们第一可以看个历史古剑 第二可以在这亲近大自然 一举两得 所以这是我们跟各位介绍的 这个两个取景点 我们再接着看 通过这个您就能看到一些 这个是同志皇帝的惠灵 同志的惠灵 应该跟光绪的崇灵一张图纸 所以从这张图上 我们大概其就能看到皇陵的一些主要建筑 您看从最前边这几座神路桥 神路桥过来之后 这两边这个叫朝房 但是可不是皇帝的官员等待上朝的地方 朝谁去 顶多朝拜这个已故的皇帝 所以他并不是举行朝会 这些大臣们呆的地儿 只是叫朝房 这朝房还有另外一个说法 我这一说您就知道是什么了 它还叫波波房 过去老北京管这点心叫波波 有的时候还管煮那饺子叫波波 所以吃子孙波波 其实就是吃的煮饺子 所以这是做贡品用的 然后过来是隆文门 然后再往后隆文殿 再到最后有一个小城楼一样的建筑 这个就叫方城名楼 方城名楼再往后就是皇帝的地宫所在地了 所以这是崇灵 应该说跟崇灵很像的 同治皇帝的惠灵的这样一个航拍图 我们通过这航拍图就应该能看得很清楚 再下一张 这个大家可能看得更清楚一点 这个是谁呢 这个是乾隆皇帝的御灵 这应该是清朝所有皇陵当中 营建最耗时也是花费开支最高的一座陵寝 所以我们怎么这么一看这惠灵啊 大家可能就会发现 过了这个小排楼门 这个路怎么拐弯了 七拐八绕的 您看通过下一张其实也能看到 当然我们通过这张主要看它的山形水系 您看小飞机 这个小飞行器飞上去以后 整个山形水系我们看得非常清楚 所以过去您说选这灵纸 要有航拍器 它会选得非常轻松 但是话题就回来了 那时候根本就没有这种小飞机 它怎么看呢 都是靠这些所谓给皇帝看风水的人 他们要爬到山的最高处 然后去看整个山形水系 最终确定皇陵选在哪 也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所有的元素都要考虑在内 而且所有的这些环境啊 包括它周边的这个自然景观啊 全部要考虑在内 所以我们说所谓的风水 听起来像是个迷信 但是其实和我们今天这种自然景观的选择和营造 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我们再看这一张 这张就是乾隆皇帝的御灵 他的一张航拍图了 所以您就能看到在他的周边 您看这儿有一条小河 绕着皇陵这么流过来 这边还有小河流绕着皇陵流过来 您说这像什么 它就像两根龙须一样 所以像有的这个排水沟 我们也叫龙须沟 这些其实都是为了让这座皇陵 能够有山水环绕 让它形成一个小的 这样一个自然的微缩 或者叫微景观 在这里边就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呈现 当然我们说在青东陵地区 所有的这些皇陵有点可惜 基本上都被盗绝了 唯一的一个是顺治皇帝的孝陵 没被盗绝 您可能会问了 怎么没人盗顺治那孝陵啊 因为民间有俩说法 第一个是说顺治皇帝出家了 当然这都是瞎说 顺治皇帝是驾崩的 得天花死的 并没有出家 所以民间就传开了 说你倒哪有什么用啊 你倒开之后 里边就是一双僧鞋和一个破扇子 这明显是跟季宫的故事创了 所以其实顺治的地宫里是有东西的 这就衍生出了第二种说法 就是清宫正式记载顺治皇帝去世以后 是在景山的寿皇殿前火化的 当然不是今天我们去那个原来北京是少年宫 那个寿皇殿 是老寿皇殿 他大概在今天的这个大寿皇殿 新寿皇殿偏东一点 顺治皇帝在那火化以后装的骨灰罐 所以民间就说了 你倒他有什么用啊 打开之后就一坛子 里边有点骨灰又没宝贝 我才不去呢 所以考虑到成本问题 顺治皇帝的孝陵一直没人动 但是可惜的是 康熙乾隆咸丰同志 这四位皇帝的陵墓全都被盗绝了 尤其是乾隆这座御陵 当年是被军阀孙殿英给盗绝的 而且最后一道石门 怎么顶也顶不开 怎么办 这个土匪头子就说 用炸药给我炸开 所以他们就在地宫当中埋设了这个炸药 然后真的引爆了这个炸药 当然我们最后进地宫看的时候 你会发现 这个炸药啊 只把其中一扇石门给炸裂了 地宫的整体结构丝毫不受影响 所以您看当年的工程质量 绝对是一顶一的强 所以这个地宫石门被炸裂以后 这些土匪走进地宫 终于发现了 为什么最后一道石门 怎么顶也顶不开的原因 前三道石门非常容易 几个匪兵拿一个粗木头 光就快撞开了 因为后边有自来石 一个门扇在这 自来石这么顶着 您再怎么推 推不开 但是这自来石 毕竟是一个比较细的石头片 您玩命的去顶 玩命的去顶 就给顶开了或者顶断了 最后一道门 怎么顶顶不开 最后炸开之后 这些匪兵才发现 这事可有点玄乎 乾隆皇帝的棺材 竟然离开了棺床 来这顶门来了 所以这是大家都想象不到 为什么呢 所以科学界给他解释 因为原来底宫曾经有积水 在抽积水的过程中 就把乾隆皇帝的棺材顺势给吸过来了 他就顶在那门后头了 就怎么顶也顶不开了 当然这是其中一个说法 当然更多的 可能还需要更多今后的科学去验证 好 我们再往下看 这是一个皇帝岭 我们这还可以再看一个皇后岭 所以这些都是清代的东西陵之间 他的这样一些个结构 我们就不去多说他了 接着回到我们西游记的话题 我们来看这一张 蹦的有点远 我们刚才说了一个第四集 您可以回看一下 困球五行山 还有一个是最后一集 叫波声极乐天 我们这一集是第十五集 叫斗法车之国 这一集在北京取景取的是最多的 而且这里边有很多大家非常熟悉的演员 车之国的王后 这是大家非常喜爱的小品演员 同时也是著名的评剧表演艺术家 赵丽荣老师 当然跟他搭档那位国王 那一定不是李文华老师 您可千万注意 这是特别特别著名的一位演员 但是他不是相声演员李文华 当然我们回过头来说这个王后 赵丽荣老师这是第一次触电 什么叫触电 就是接触电视剧 以前都是唱平戏 而且这部电视剧拍完 到了1987年 西游记就要向全国观众 全面的去展示的时候 当年是这样 因为还差几集没拍完 这个央视呢 就建议杨洁导演 能不能先把拍完的 先播一播 杨岛说我想把一个完整的25集交给大家 那作为一个等于说是折中吧 杨岛说我奉献给你一台晚会 所以在87年那年春晚和春晚同时 我们有一部这个西游记的春节联合晚会 叫什么名呢 叫齐天乐 在这个晚会当中啊 有个压轴戏 是一个小品 这个小品的主演就是赵丽荣老师 那也是赵丽荣老师第一次上舞台演小品 这一下就一发不可收拾了 之后演的小品很多都已经成为经典了 所以斗法车之国我们见到的熟悉面孔很多 而且在北京取景也非常多 您看左边这张PPT我们展示了这几张图 这集一开始孙悟空师徒四人走 孙悟空走张图 您看哎呦 这房顶都成什么样了 瓦片全脱落了 木头也遭袖了 然后唐僧他们还骑着马过了一个小石桥 然后这个猪八戒和沙僧还在一个带门洞的 这么一个小建筑里捉迷藏 您可能会觉得这是不是庙门啊 山门啊 然后孙悟空左上角那张确实还看到了一个山门 走近一看山门上还写着三个字啊 志渊寺 这是车时国的一座庙宇 当然说实话 我们整个这个场景啊 从头到尾 这就不是一个寺庙 什么地儿 这是在北京西山北安河附近啊 也是凤凰岭附近的一座王爷坟 哪个王爷啊 纯贤亲王 义宣的邻亲 这位义宣啊 可是何何有名 他的儿子是皇帝 他父亲是皇帝 他哥哥是皇帝 他孙子还是皇帝 就他不是皇帝 这这这做的也够那什么的啊 就就我的亲戚们全是皇上啊 就我不是 所以他这个人活得比较潇洒 比较比较超脱 待会我们会介绍这位王爷啊 这是他的原亲 北京啊 俗称叫做七王坟 哎 也比较隐秘 在北京西山的深山里 杨洁导演是非常喜欢这周边的景色的 所以西游记甭管是第一部还是第二部西游记 在这都有取景 而且我们说第一部西游记 我待会说几个地儿 您保证不敢想象 这竟然是在王爷坟边 王爷坟边拍的啊 所以这个是在七王坟进行的取景啊 当然我们说您再看这几张图 这是今天的七王坟啊 大概一两年前照的 我们左边这个就是唐僧 他们骑大马走过那个神桥 右边那个呢 就是沙僧跟八戒捉迷藏的那个小碑亭 现在所有的这些建筑 全都修复的完好如初了 这也是北京市的这个 对于文物重视的一个体现 所有这些建筑 现在都以它原来最辉煌的一个样貌 展现在我们面前 当然目前这个地方 还处于封闭管理状态 还没有正式对外开放 我们也特别期待有一天 西山有两座非常著名的王爷坟 一个是七王坟 一个是九王坟 将来这两个王爷坟 都能向公众开放 那会是一个圣事 我们就能够通过这些建筑 去看看所有的这些清代的王爷的 他的这种灵寝建筑规制 因为说实话 在北京周边 原来曾经有大量的王爷坟跟公主坟 我们现在说三个特有名的地儿 您就一定特熟悉 这还是清哥仨 分别是八王爷 九王爷和十四王爷 八王爷 九王爷 应该是十王爷 这仨清哥仨 奴尔哈赤的儿子 八王是谁 叫阿继格 这老九是谁 大家也特熟悉 叫多尔滚 还有一个小弟弟 谁呢 多多 这三位阿继格是英亲王 多尔滚是瑞亲王 多多是玉亲王 多多的王府 现在就是北京协和医院 当然多多的墓 也特别有名 格尔萨这墓等于挑的都特别棒 都是现在北京特别有名的地儿 八王不用说了 北京现在有一个特别著名的地标 就叫八王坟 这八王坟就是英亲王阿继格的家族墓地 到今天还叫八王坟 当然地铁站没命名八王坟 我们叫西大王路了 改名了 这九王的墓在哪呢 大概其是在今天的东中间那一带 工人体育馆对面 在北京市第55中学的旁边 这是九王 当然多尔滚最后我们都知道他获罪了 得罪了顺治皇帝 最后被策骨扬晦了 这只是他一个衣冠种 然后这多多的墓在什么地儿 大概今天的京广中心 CBD核心区 所以您说这根仨挑地儿 挑的现在都是核心区的位置 所以其实在周边原来有很多很多这种皇爷坟 甚至是公主坟 北京的公主坟 大家最熟悉的 应该就是中央电视台旁边的那公主坟 其实原来更有名的 是北京东郊有一个佛守公主墓 为什么叫佛守公主墓 因为这公主天生她这手 手朴就长得比较厚 您说我这桥不像佛守 像鸭掌 那您不能管人叫鸭掌公主吧 您再加一戒 这成一美食了 那不行 所以叫佛守公主 对公主的一种尊重 这位佛守公主 我要给您捣个根 其实她是一个小说里的原型 您说哪小说 环珠格格 环珠格格里边谁 紫卫 为什么 因为她的公公是傅恒 所以这一说 就勾起了好多朋友的童年回忆 傅恒他们家 那可是显赫一时 为什么 傅恒的姐姐 那是乾隆皇帝的原配皇后 所以傅恒是乾隆皇帝的小舅子 那相当有地位的 当年景山往东 那一大片地方 全都是傅恒他们家 所以是特别特别的有名 而且也是特别特别选赫的一个贵族 所以这佛守公主墓当年在北京东郊非常有名 但是现在全都毁掉了 我们只剩下墓前边一个小石牌了 还隐匿在一个市场当中 您要有兴趣可以到通俄河北路 高架桥光辉桥往东一点 在路南有一个小铺面坊里头 可以去寻觅一下 当然我们就不得不说说 这位纯亲王一宣 您看这就是他照片 是照片不是画像 因为那个时候摄像技术已经传入咱们国家了 所以这些清末的贵族们 都留下了大量的这种照片啊 写真啊等等 左边这张是纯亲王跟自己俩孩子 一张合影 右边这张是纯亲王跟自己的嫡夫妓 也就是老婆的一张合影 这位老婆可是特别特别的有权势 谁呀 慈禧太后的亲妹妹 所以这七王爷等于娶的媳妇 是慈禧的亲妹妹 那您想慈禧对他能不好吗 而且他帮助慈禧除掉了速顺他们这些人 所以七王这辈子做的最最成功的一件事 就是踏踏实实的跟慈禧卖命 所以等于说他这一点做的很成功 慈禧就一直很信任他 一直到他投死 把颐和园的营件任务都交给他 他也是尽心竭力的把这事做好 最后累死了 所以他这个人还真的是特别的效忠慈禧 而且甚至跟自己儿子 您才当年给了一封密信 给自个儿的儿子 他儿子是光绪皇帝 他说皇上我今年给你上一道奏折 我要参一个人皇上说你参谁啊 我也不知道我参谁 皇上说你吃饱了撑呢 你跟我这你不知道参谁 你跟我说什么呀 他说不对 皇上这事我给您讲明白了 这个人他现在有可能还没在朝廷里 他也有可能就在你的跟前 他也有可能远在天边 皇上说你打哑泥呢 我听不懂 他说皇上我给您具体解释吧 这个人是什么人 我呀百年之后去世以后一定会有人站出来 他们会跟皇上您讲 您应该尊自己的父亲为皇帝 我虽然没当过皇帝 但是历朝历代都有这样的先例呀 尊当朝国君的父亲为皇帝呀 所以一定会有人这么跟您说 光绪说有一定会有 是那您说怎么办呢 纯亲王就说了 你记住这人就是乱臣贼子 你一定要把他除掉 所以您看他等于是把自己的一切名利全都抛开 为什么 他曾经自己给自己说过这么一句话 叫这个等于是福越大 子孙的祸越大 所以他不敢有太多的福 他要退一步 所以他很多很多事情都让 包括他有一次跟李连英出去 李连英说想给他洗脚 他说李公国我可不敢用您 您可是太后身边的红人 哎呦我让您给我洗脚 那不合适 这李连英也特会做人 李连英跟王爷说什么呀 哎呦我说王爷您不知道 我们这些人啊 那说白了 就算有再大的本事 我们也是奴才 在您面前啊 我们应该尽这奴才的本分 您就别跟我客气了 所以您说这俩人 做人处事的一些原则 其实有些地方 还是值得借鉴的 所以这位纯亲王 小心谨慎了一辈子 最后确实落得一个明哲保身 全身而退 所以这个也是我们想跟您分享的这么一个小故事 当然我们再往下斗法车池过这一集 我们还能发现一个小细节 三清贯 这是车池国国王专门兴建的一座道观 有这么一个小镜头 就是车池国国王王后和这个宫中的一干人等 就走进了一个小道观 道观两边一边一个小道童 确实看起来 哎呦这个好一层一层一层门的 这道观好像规模还真挺大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这三位国师 大家应该都记得 虎立大仙 鹿立大仙 羊立大仙 哎 他们仨人帮助国王祈福延年 在这个三清贯里就办法事 伴着伴着孙悟空看见了 呦这么多贡品 够老孙我销售一晚上的了啊 一阵贼风 就把这国王王后全都吓回去了 这仨国师也跑了 结果就剩一个空空的电雨 孙悟空回来就跟八戒沙僧说 咱们哥仨瞒着师父去吃一顿呗 所以这哥仨就来到了三清贯里 正吃了昏呢 这仨国师回来了 八戒就慌了 怎么办呢 那孙悟空说也好办啊 我们就变成这三清的模样 不就结了吗 上清 太清 还有玉清 这三位道长 我们仨人这么一变 往这一坐 哎 就把他给蒙混过去了 不是吗 结果这哥仨就变成了三清 坐在这 这三位大仙一进来 呦 这大殿里也没人呢 为什么刚才会有动静呢 这时候哥仨受不了 就想乐 尤其是八戒跟沙僧 他憋不住笑 结果这仨国师就发现了 谁 在殿上喧闹 呦 结果一看 没别人 三位仙长 哎呦 虎狸大仙这高兴 哎呦 原来是三清爷爷 您从天上降临 能不能给我们这些晚辈小仙 一些圣水仙丹啊 哎 所以这宋悟空他们哥仨一琢磨 我哪找圣水去呀 哎 宋悟空这主意棒 把他们仨轰出去 给我们点容器 正好吃饱了 喝足了 没地儿方便啊 我们就给他赐点这个圣水 不就结了吗 哎 西游记的这个镜头 特别有意思 呃 猛的一看 好像是哥仨尿的三盆 然后这三位国师就咕咚咕咚 跟那喝尿 但是不能让演员喝这个呀 所以当年想办法 怎么才能有这种和尿液 比较像的东西 想了半天 最后拿什么替代的 您猜 啤酒 所以这仨国师 开始都高兴坏了 啊 这啤酒在当年可是稀罕物啊 那那高消费的东西啊 结果我们哥仨能敞开了喝 这可是好事啊 您瞧那大国师演的 哎 我来这大的 抱起来咚咚咚咚咚咚 直接往里灌 那俩人还有点腼腆 哎 我说二哥 你那圣水什么味啊 直接说一句 哎 又酸又涩 不太好喝 但是其实内心的独白是 我真想把它一饮而尽 哎 因为全是啤酒 所以 当然这其实不是一条就过了 拍了好几条 所以每拍一条 您就得来一罐 就这么喝 所以这三位演员 在拍完这场戏之后 将近三个月 别提啤酒 一提我就想吐 哎 所以当年西游记拍摄过程中啊 有很多特别有意思的小故事 您比如说 再给您讲一个啊 这唐僧 他得 这演员从来没出过家 您得表演的像那个高僧的那种劲儿 所以第一任唐僧 汪月老师 这杨洁老师给他叫过来之后 说汪月啊 呃 我们跟这个法园寺联系好了 你呀 到法园寺 咱们一个月体验生活 你上那住一个月 哎 跟这个庙里的高僧啊 你也去探讨探讨佛法 你也学一些这相关的知识 汪月说没问题 我今天就去剃了一个图瓢 穿着银僧袍 跟这个住持还有特别棒的合影 然后在那准备待一个月 结果没待到第十天 汪老师跑回来了 杨导说 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汪月老师说 哎 蚊子有点多 又咬脑袋 这脑袋上还没头发 又咬胳膊 又咬腿 我真想拍 边上僧人跟我说 阿弥陀佛 不能杀生 所以我实在忍不了了 我只能回来了 所以其实西游记当时拍摄的时候 有很多很多 这种特别有意思的故事 当然我们再去看三任唐僧 汪月老师其实开始演的第一集 有个世级 这个大家其实可以上网上搜一搜 他叫做除妖乌鸡国 这当年是作为西游记的世级 是播放的 那里边唐僧也好 孙悟空也好 猪八戒也好 他们的表演还都有点不成熟 尤其是孙悟空 这个六小龄同老师当年孙悟空的一个习惯动作 就是这手拿着金箍棒 这手插腰 然后还穿一虎皮裙 这么一战 他从此得了个外号 叫张猎虎 所以很多大家都认为 这张金莱老师开始不太习惯演孙悟空 他就老猎虎的姿势 刚打完老虎 这姿势摆着 后来慢慢慢慢调整 包括汪月老师开始也是动作各方面稍微有点生 有点不那么自然 当然慢慢慢慢都调整过来了 这是西游记的市集 当然后来汪月老师又拍摄了 比如说偷吃人参果 比如说三大白骨精 尤其到三大白骨精的时候 他的状态是彻底出来了 好 我们再看下一张 您看这一张 其实也是 在北京取的景 什么地儿呢 门头沟的借台寺 为什么在这儿取景呢 因为门头沟借台寺 在拍西游记82年之前几年 他拆了一座建筑 因为是落架维护 是门头沟借台寺的万佛阁 把阁楼拆掉以后 就出现了一个特别大的空场 杨洁导演就看上这空场了 他就把这空场 作为他们比武的地方 您看搭这台子 这就是大国师起雨的地方 我估计大家应该都能回想起那个镜头 就是大国师在那 我一声来风来 二声喊鱼起 等等说的这么多 最后来了一句 风雨雷电 四位神仙 他都不在家 那一段 其实是在借台寺拍摄 当然我们还有一个镜头 就是唐僧和这二国师 比坐禅的镜头 一根棍子 支起一小瓶牌子 这二国师在这片腿坐着 唐僧也在这片腿坐着 当然您在电视里看到的 高高在上的坐着那人 那是假的 真正拍那人的时候 为了显示他角度高 王重秋摄像老师是蹲在地上 用一个高角度这么去拍的 所以显得这人好像坐在高处一样 其实他就坐在地上没多远 所以其实都是靠一些镜头的特效展现出来的 而且唐僧架云雾降下来的这一段 您会发现不太一样 怎么不一样 您看那人俩 这集从头到尾是徐少华老师饰演的唐僧 但是降下来的这个唐僧 您看那俩一看就不是徐少华老师 这是池崇睿 所以这是后来补拍的一个镜头 当时徐少华已经离开西游记剧组了 徐少华跟这个西游记也等于是跟拍了几集 但是后来因为他要求学 他要继续深造 就放弃了唐僧这个角色 当然他最后拍的一个镜头 大家应该也非常熟悉那一集 就是跟朱林老师合作 拍的去京女儿国 这也是杨洁导演专门加的一个场景 在西游记原著当中 您找不着这句话 或者找不着这片场 哪句话 女儿国国王邀请唐僧夜赏国宝 唐僧说让我赏什么国宝 是一个大珠子 还是什么其他的一些什么宝贝 结果走到说好了那地儿一看 说陛下这国宝在什么地儿 女王说那就请你来欣赏国宝 连一拉赫好吗 合着女王自个是那国宝 让你来赏我来 所以唐僧开始就毕业阿弥陀佛 就开始口念阿弥陀佛 心里排出一切杂念 我估计当时也是照西游记里写的那样 默念波罗波罗蜜多心经 当然这女儿国国王就说了 你说你四大皆空 你睁开眼看看我 我倒看你是空还是不空 当时那一段可能也是那片场 像这探照灯一样 照着这个徐少华老师 他也有点紧张 那汉啊 都不用那个用那个水雾去喷 直接就从那额头上哗哗往下冒 就跟那儿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最后就加了这么一个场景 什么场景 他就真正眼了 正眼看了眼女儿过 就吓得已经是这样了 所以我都一直一度认为唐僧就要被降服了 然后结果最后出了一个蝎子精 就把唐僧给射没了 就必须到关键时刻 你得让唐僧就此打住 你不要再往下发展了 所以恰到好处 但是我们今天回过头来看 这个设计其实很巧妙 为什么 就即使他是再牛的高僧 在他内心深处 其实还有人情在里头的 所以这里边其实就加了这么一段 当然我们那里边有一段 特别特别有名的一段曲子 就等于是唱这个女儿国国王和唐僧之间这个感情的 其中有一句叫 悄悄问圣僧 女儿美不美 这么一句 当年这歌词 有剧组成员就建议 我们不悄悄问圣僧 我们说成悄悄问哥哥 女儿美不美 杨宝不同意 说必须还得是圣僧 这样才显得不那么夸张 因为说实话 夸张是要有的 但是一定要建好就收 我们不能把它放得太远 毕竟我们这位唐僧 在历史上是有他的真实人物的 而且我们在历史上看到的这位唐僧 真的是一个意志非常坚定的人 唐朝历史上应该有两位这样的高僧 一个是西区的玄奘 一个是东渡的建真 建真 那个大家也可能更熟悉了 几次东渡 最后双目失明 我就一定要完成自己的一个宏愿 所以这是我们现代人 应该向他们学习的一种 坚韧不拔的一种品质 所以这也是我们所说的 在街台寺的一个取景 我们再往下看 这俩景啊 不一定好菜了 左边这个 您看这花果山的那个 孙悟空的宝座呀 这这从哪找 这肯定选的是咱们国家的一个名山大川吧 不然 这还是七王坟 七王坟 这个陵园的后头 有这么一组山石 被这个美工老师看上了 稍作装饰 架上齐天大圣这旗子 您猛一看 跟花果山别无二样 所以您看我为什么说 美工老师当年真的是非常费心思 所以左边这张图 是在七王坟取的景 右边这张图 我不知道您还记不记得 二郎神跟孙悟空斗法 斗着斗着找不着孙悟空了 他去哪了呀 他去了二郎显圣真君的老窝了 他把二郎神的二郎庙给占了 他变成了一个假二郎神 在那吃面条 我跟你们这嬉戏一下 结果真二郎神一回来迈进店门 俩人一对视 我正好截在这个镜头 这在哪拍的呢 八大处 所以我们其实在八大处已经有几个场景了 刚才我们车池国国王那个是八大处 他那个三清贯是在八大处拍摄的 我们这一张也是在八大处 所以在八大处 当年的西游记剧组也有很多取景 当然这个说回去了 在82年刚刚开机的时候 曾经有人跟杨洁导演建议过 何必远走啊 你在北京就有很多这种景致啊 北京有山有水 有这么多名山大川 还有这么多名圣古迹你就找几个地儿拍拍不得了吗 杨洁导演就说了 那不然 你看唐僧是十万八千里 从中国 从长安走到印度 这一路的景色 你说他能就光北京佛寺这些样貌吗 不可能 所以我们就要踏遍祖国的河山 不光是在北京 我们一定要远走一走 尤其是有一个地方 他们当年就到了这个新疆 新疆有一座古城 后来他们了解到是唐僧西行路上真正路过的这么一个古城 而且他还和这个城里住的这个国王有过很深的一段交往 国王很想把唐僧留下来 说你就别走了 你就在我这儿 我帮你振兴佛教事业嘛 哎 你在我这儿讲经红法多好的一个事情啊 唐僧说不行 说我已经许下了西行的红愿 我绝对不能在您这儿耽搁 我还得走 但是他们约好 等我取经回来 我一定要在您这儿再见一面 哎 我和您聊聊我这取经路上的所见所闻 我再把这个佛法在您这儿弘扬 没问题 回来咱们约好了 我会在这儿再和您见面呢 国王说那好吧 那你就暂且先西行吧 结果这一走走了将近20年 等他再回到这个城址的时候 发现这个国家呀 发生了一些变化 这个国王啊 早就已经去世了 所以最开始取的这个诺 并没有最终兑现 这其实也跟西游记有点像 西游记通天河 那只老乌龟 就曾经问过唐僧 你帮我问问佛祖 我这个还得修到多少年才能成仙啊 结果唐僧忘给他问了 他就这么一遮 把唐僧他们全给遮到通天河里 这是唐僧遇到的最后一难 9981难 最后终于修成了正果 所以我们说 其实有些东西啊 还是要到全国各地走一走 所以我们才有了25级 这么精彩的修记 我们才能在里面见到北京 或者是北京以外 全国各地的这种盛景 好 我们再来看这一张 您看这两张 两级不同的场景 第一级是哪级啊 第五级猴王保唐僧 这是第一张照片的一个取景 当时这个猎户啊 叫刘伯钦 他呢 帮唐僧射死一只老虎 唐僧就在他的房舍里 歇息了一个晚上 然后还问他 这什么地方 这刘伯钦指的远处的山说 你看张老远处的山就叫两界山 你过了两界山之后 就不是我大唐的国土了 所以这是等于是唐朝和其他国家交界的地方 所以这个地方在哪取景 还是七王坟 这个七王坟的取景地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标志 就是这棵歪伯树 阳岛应该是对这棵歪伯树情有独钟 所以到了后边的第二十二级四探五底洞 这棵歪伯树又出现了 还是一个地方 就是旁边的搭那小草棚 给他拆了 又在这儿 唐僧在这儿打坐 然后听见了御鼠经 在那喊救命的声音 他就派沙僧跟八戒四处去寻找 所以都是在七王坟旁边的歪伯树拍的 后来到了续集的时候 又回到了这棵歪伯树 又进行了一个取景 所以您看就这棵歪伯树应该养岛 对他是很有感情的 当然后来我们也都知道 就是唐僧他们师徒 其实确切的说 应该是唐僧师徒五人 您说不对啊 唐僧猪伯戒沙和尚孙悟空 这不四个吗 还有一个 谁啊 白龙马呀 对 所以他们师徒应该是加一块五个人 这构成了阴阳悟行 所以西游记这本书啊 最开始看 小朋友能看 为什么 当成神话故事看 等您慢慢年岁大一点 小朋友都经常把那西游记第一回跳过去 尤其开口那一段 就根本瞧不懂 但是年岁大一点 对中国传统文化有了一定了解之后 慢慢我们能读懂了 我们会发现第一张旗之沙的传统文化知识含量相当丰富 包括我们最后师徒为什么选五个人 包括孙悟空修行的地方 他为什么叫协越三星洞灵台方寸山呢 菩提祖师的那个洞府 为什么这么叫呢 这是个字迷 看您能不能猜出谜底来啊 协越三星洞灵台方寸山 什么字 心 我们那心脏的心字 为什么呀 协越写一弯钩 三星点仨点 这不就心字吗 灵台方寸山 这心脏不就是方寸之地吗 所以其实跟心有关系 您也会发现原著当中多二回都管孙悟空叫西元 管这猪八戒曾经叫过穆姆 当然他们的五行属性 学术界也是各种争论 我们今天就不去展开说 当然其实我们其实想把这个师徒五人当中 最后一个重头戏白龙马简单说一说 其实白龙马啊 这匹马一直跟着剧组跟了很长时间 所以杨洁导演一直心心念着就惦记着这匹宝马 他就觉得这匹宝马是为西游记剧组立下了汉马功劳的一个功臣 所以有几次西游记拍完了 可能都拍完十年了 他还去找这匹马 当看到这匹马 其实还好好的活着的时候 他就跟帮边人的讲 他说这匹马可是立下了功劳的功臣 你们一定要善待他 所以其实您就会发现 他就等于凡是为我付出过的人 我都不会忘记 我都会把它记在心里 是一个很有情意的这样一位导演 那我们再往下看这一章 其实这个是发生在那个除夭乌鸡国的那一集 这一集要简单说一说了 我们刚才说其实有个市集 这个市集并不是在北京拍的 它是在扬州的大明寺拍的 为什么 因为扬州大明寺 它周边的那个走廊 它有那种树窗林 它的这个树窗林就跟唐代的构建 唐代的建筑非常像 所以选在这进行拍摄 包括那个乌鸡国的那个国王的宝座 最后选的是扬州的五龙瓶 寿西湖中的五龙瓶 所以整个这一市集都是在扬州拍的 但是拍完以后播放以后 全国观众很满意 扬岛精益求精啊 他表示很不满意 所以这个市集拍完以后 他换了几个地方 第一 唐僧师徒四人的庄 他开始慢慢的换 孙悟空就显得更精神一点了 八戒那个还是稍微的有点旧 我们在偷吃人参果和这个三打百五经里 您还能看到一些老的八戒那个庄的原貌 因为那个时候还有些拍完以后 作为正式的集就演出了 所以就没再进行补拍 所以那里边你会发现 看这个西游记人都知道 说这第七集既收猪八戒 里边那八戒后来看着挺好看的 怎么到了第九集第十集 那猪八戒变得那么难看的 因为那是先拍的 所以猪八戒沙僧孙悟空三人的这个服装造型有变化 唐僧的服装造型也有变化 所以人物造型上他进行了更换 第二主题歌进行了更换 最开始西游记片头曲 您去搜换那市集 跟现在真的太不一样了 所以之前西游记的片头曲 您可以搜搜 有点像水浒传的感觉 不是像我们现在西游记听的那个感觉 然后那个时候 最后的赶闻录在何方是女生唱的 后来改成蒋大维线上唱 所以有几大调整 这一集的取景地也进行了调整 因为要补拍 就不再去扬州了 就在北京进行了补拍 什么地儿 借台寺 所以这两章 我们明显一看 它也是借台寺的布局和造景 我们再往下看这一章 这一章是什么 哪一集 四探无地洞 他们等于是到了这个 快到天主国了 很近很近了 他们等于在这儿见到了这个国王的女儿 那个公主 是在这个寺里 藏着 所以这个寺 其实您看它的造型 那个大琉璃牌楼 非常明显 它是咱们北京植物园 现在叫国家植物园里边的沃佛寺 所以是在这儿进行了拍摄 所以您看右边 所有这些喇嘛迎接唐僧的场景 是在沃佛寺最前边的琉璃牌楼 然后旁边这一张 等于住持带着这些小喇嘛 往前走上这个桥 就是沃佛寺中古楼 中间放生池上的一个桥 所以也是在西山拍摄 所以应该说西游记 在北京西山取景是最多的 包括七王坟啊 包括八大处啊 包括沃佛寺啊 等等等等 都是在西山这周边 当然沃佛寺里还有一个 您看这一张 这一张其实开始我真没想到 这也是有一些西游记的发烧友 我们很多很多的发烧友 他真的是太爱这部电视剧了 这应该是央视 我觉得播的时间最长的一个西游记 从82年开机到今年整整40年 每年寒暑假 这电视里都能想起你挑着担 我牵着马 小朋友们对这部剧也是百看不厌 包括我从小我看到现在了 您要回过头来让我看西游记 我都特爱看 您看比如说有一集 就是这个玉鼠经这集 这拖塔李天王 有个干女儿 孙悟空发现的牌位了 你这玉鼠经 你怎么供着李天王的牌位 我找玉地瓶礼去 闯到天庭 把李天王给我叫过来 是什么情况 他纵容女儿下界为妖 结果李天王一看 我哪有这么一女儿 我就仨儿子 金着木着哪着 哪有女儿 你这瞎掰 俩儿就开始呛领起来 太白金星 想劝 没劝住 他真的去劝李天王了 天王 你可得有根据 说话 咱们得讲事实 你别冲动 所以其实您看这些 都是我们现在做事的一些原则 在我们取得确凿的这个证据之前 不要冲动 先仔细想一想 结果李天王就冲动了 非要劈了猴头不可 非要把猴头捆起来 去见玉地 结果后来哪吒就找到李天王 说父王啊 您还真有一个女儿 这是您收的一女 他现在可能还就真下界为妖了 哎呦 李天王一听 哎呦 大圣啊 我错怪你了 结果孙大圣 那我可不听了 那你冤枉我了 咱们就得找余地评理去 最后还是太白金星 李天王又爱着面子 太白我求你了 你给我们说说情 说说情 太白金星才去劝 当然最后有这么一句 就冲李天王说了一句 你呀你呀 所以回过头来去想一想 很多都交给我们一些为人处事的道理 当然劝孙悟空也好劝 这小泼猴 这小淘气的猴 他就不听话 我就不听 你爱说什么说什么 太白金星也是太有本事了 天生一天 地下一年 你在那耗着 你耗一天 一年 地下 你甭说你师父跟这妖怪成亲这事 你要拖一年 那小和尔都生出来了 宋悟空一听 呦这可大事不好 赶紧下去救我师父去 所以这里边 你也会发现一些这种睿智的 这种想法 在这个西游记从始至终的一个贯穿 当然我们回到最后这一集 就是有一部 有这么一个镜头 他们在一块大石头上晒金文 我怎么想也没想到 这竟然是在植物园里 在植物园樱桃沟 旁边有一个亭子 在亭子的旁边 他们选的这块石头 确实特别大的一块石头 他们把所有经文摆上去 最后人都走了 还提了那个晒金石三个字 进行了一个场景的一个特写 所以这个就在植物园 下次您去植物园 可以好好地寻访一下这个地方 当然在这儿 孙悟空最后说了这么一句话 我今天也想把这个作为一个结尾 奉献给我们的观众朋友 当然这是猪八戒在收经文的时候 一不小心把其中一部经文 哎呦 一不小心给撕坏了 给唐僧一看 唐僧说 哎呀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啊 孙悟空就说了一句话 说师父 天地本不全 经文残缺 也应不全之理 非人力所能为也 所以其实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 也有很多残缺呀 或者一些不完美的事情 我们总觉得有些遗憾 或者有些自己要去未知 闯一闯拼一拼 其实有些时候对自己说一说 如果是自己力所不能及的 或者太难实现的 我们不妨先把它放一放 先把自己的身心进行一个调整 残缺的并不一定是不美的 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您看那大西瓜 外表看翠绿翠绿 那么漂亮 完整的一个西瓜很漂亮 您把它切开 您说是切开的更吸引您 还是那一整个的更吸引您 绝大多数朋友应该都选 我选那切开的 哎那里边那瓜然 让我一看我就有食欲 所以切开了 您说这不也是残缺的吗 所以有些时候残缺之美 是我们应该学会去欣赏的 所以把西游记当中 孙悟空的这句台词送给各位 也希望各位能有一个好心情 再次感谢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文化大讲堂 好我们下次再会